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 孟佳 欢迎来到我家 今天呢 佳哥收到了一个超大的NARS的礼盒 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给你们炫耀一下 非常的有气氛的一天 然后这边我收到了很多的眼影盘 还有底妆 然后还有腮红 满满的 你整个又填满了佳哥的这个化妆间 今天呢 我就要跟NARS一起打造一个 非常适合秋季的一个妆容 然后比较温温柔柔的 我会用到两个他们的腮红 这一盘呢是腌粉豆沙 这一盘是牛奶蜜桃粉 然后NARS的这个四色眼影呢 叫做愉悦红粉 就是比较秋季的 有一点点橘 然后有像中间提亮的部分的话 我就会用到这几个珠光的 然后这个可以用来打阴影 然后用到他们家的蜜粉 这一款大家就很熟悉了 是NARS的大白饼 然后口红一天无惠 我选择了一个这个颜色 比较秋天的成熟女人的感觉 好了 开始打造我今天的妆容了 我化妆的时候呢 比较习惯就是先我要化的部位 我先给它定上妆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 皮肤还是想要保证是一个 非常透亮的状态 我已经用那个比较橘的一些颜色 打了一个底 然后我会用这个颜色在我的眼头 再给它运一些 可以看到差别吗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的提亮 所以我可能用这个颜色 在眼头给它拿一个提亮 就有点温柔粉粉的感觉 把这一面比较突出 很好看 佳哥的妆一般都是两边 我会让它比较深邃凹进去 然后中间给它涂出提亮 是不是这样就看起来温柔了很 因为它用细节刷刷出来的话 颜色又会不一样 这种增色可以看 两边是不是明显 我平时是有多凶 我平时是有多凶 我又不停的要温柔 怎么样有卧场 一定要打了这个阴影 它才会有卧场 好啦 我今天怎么说 我要给它定个名字 温柔秋季眼妆 我已经化完了 然后我会用这个蜜粉来定下妆 细腻而又哑光的感觉 这个差别 然后今天我会用到两款腮红 浅色的这个呢 我会把它打在这个苹果肌这边 然后让它有点自然的微微泛红的感觉 然后深色的这个 我会给它打在这一边 给它起到一个阴影的效果 有没有一些 这边脸就修饰了它 因为我的颧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高 我一瘦的话 这里凹进去 这里涂起来 所以把这里挡住 马上让它隐形 看不见 会用一个稍微大头一点的刷子 然后再把这个颜色给它巩固一下 完美的最后需要什么呢 完美的最后需要一支口红 女人离不开口红 我今天用到的口红呢 是NARS的细管唇膏102KILLER QUEEN 茶棕玫瑰 有一种刚刚接完吻的感觉 对于一个唱跳歌手来说 雾面的口红真的是绝佳 好吗 必须 我们的化妆包里面一定要有 请叫我秋季没上你 今天的我要很沉稳 今天的我要很知性 好了 今天加哥的一个秋季妆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这渠道 一些很好的元素 可以放在自己的化妆步骤上面 然后我觉得NARS的这几款 都是我从礼盒里面挑出来 然后我觉得非常适合 现在这个季节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马上用起来 然后给它收回家 好了 今天加哥的Vlog就到这里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希望下一次再来我家玩 拜拜 小红书